Gmail的Gmail邮箱占大头 在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我们就能看得出来 就是其实有时候能看到 这个买的邮箱都是错的 那业务员就也还是这样 直接发邮件给买家 换句话说 我们就是为什么有时候还会去 针对买的邮箱进行一个 这样的一个 一个算是一个甄别吧 主要是为了就是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对这个买家寻盘呢 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 初步的一个筛选 方便这个来查一些 一些这个相关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咱们就是 先说这个买家邮箱 当可能我们看到一份 询盘的时候 我们很自然的就会看到 想到一个买的邮箱 买的邮箱呢就是我呢 其实可能如果跟 跟工作彩播助理做陪伴的时候 我们就能看到 就是我们会用一些 第三方的一个软件 一些小的工具 但这些工具呢 它不是唯一性的 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工程 进行买家的一个邮箱的 一个查询的这样一个功能 我们可以就是说就抛个第一个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操作一个过程 就这个页面买在邮箱的一个查询 我们还是这样通过一些案例 我们来查一下一些东西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买家邮箱的一个 好 那别的不说我们就要打开 这个页面其实 可能需要大家把屏幕自然化 这个页面就是 这个页面就是当客户 发起了一些询盘过来之后 然后采购助理这边的一个系统的页面 比如说像我双击今天选择今天 然后我选择我自己的名字 是这样的 因为我也我自己也服务客户 目前呢 其实我还服务北京的 目前还服务 我之前接着北京和西安的一些客户 比如说比如我们看一下今天 我这边收到了五条 十五条这样的商机协助的这样的东西 刚才说了这个买家邮箱的这样一个查询的这个情况 这样一个功能 其实你看这个比如说我们拿第一个 就是我刚才在群里就是在表现里面显示的那个页面 比如说这个我们就说这个就是第一个 就这个说这个键盘 我随便找一个吧 随便找一个这个键盘 那我们如果看到这个 因为为什么会这么这么说呢 有些客户就非常就说 邮件没有回复 邮件没有回复这种情况 稍等我一下 我把这个搬墙关掉 开了以后 它可能会影响我的网速 今天的 今天这个这是北京的 方圆这边的 然后看能看到 这个邮箱 你就看到第一个这样的一个邮箱 这个马来西亚 我可能在我们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对这个 买家邮箱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查询 这个网址呢 平时我们在做客服的时候 也会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动作出来 它这个邮箱查完之后呢 你看其实它从这个 上面这三个沟 三个沟这个内容看 The email address 这个邮箱地址 就是书写 拼写 是正确的 connect with这个 to my mail protection autolute.com 这是它的这个域 也是正确的 这个邮箱地址 seems to be 它是用的 seems to be vivid 是活跃的 但有时候会这样 它会出现第一个 第二个这两项 第一个第二个 这两个打勾的这个 会出现这种邮箱 它是对的 但是这三个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 你比如说我找一个 我稍微跨度稍微大一点 我们刚才说了一个 稍微跨越大一点 大一点的 我对我查过一个 好像这个 这个可能我们会作为一个案例 等一下会做一个分享 就是这个也是 这也是北京的客户 就荆州在筛装的一个 可我做这种什么的 盖制品 它这个会显示 是to be vivid 我们来查一下这个邮箱 你看 它的第一项跟第二项 它的第一项跟第二项 其实它就是说 它的书写是正确的 它的这个连接 它的这个域 它也是正确的 但是它第三项 这个邮箱 seems not to be vivid 那就说明 可能这个邮箱 它的也许 就是这是一个参考标准 它的这个 就不常用 那不常用的话 就有这种可能性 就是它的邮箱 有可能买家打开 它的频率不是特别多 所以说呢 这个当咱们的客户业务员 就会说 就是给买家发的邮件 之后都没有回复 那有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手段 来查一下这个邮箱 然后方便我们制定下一步的这种跟进策略 稍微可以说一下这个邮箱的一个查的一个东西 然后其实上面这个其实差不多也是一样的一个情况 可以说一下 好